今天要講的是細說詩經的一百二十七頁 喪中 詩緒 喪中刺奔也 未知公事淫亂 男女相奔 至於氏族在位 相妻妾其餘幽遠 正善名流而不可止 這意思是說呢 喪中這首詩呢 是諷刺男女相奔的一個亂象啊 就是說未知公事淫亂 男女相奔 相奔就是說 並沒有婚姻關係 但是他們就是相好了 就是他們私自互相的相好 就是有不正常的男女關係 用現在話來講就是偷情 然後後面 至於氏族在位 相妻妾其餘幽遠 氏族就是說 這個相奔的一個狀態 很嚴重 嚴重到從氏族開始就有了 那相妻妾就是說 連氏族都爭相竊取他人的妻妾 其餘幽遠 其就是幽會的意思 幽遠就是郊外 正善名流而不可止 就是他們的正風已經敗壞了 那人民流失了 那這樣的狀況不能停止 在紀中安的中國歷史上的女性角色裡面有說 掠奪婚造成兩性難以清淨和平相處 甚至導致家族間的報復洩鬥 那這個相奔的狀況 它並不是一個掠奪婚 它是說 就是已經有了丈夫已經有了家世了 可是他們還是就是外遇偷情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盛宵成喪 所以這樣的狀況一旦被發現了 一定會導致家族間的一些不和睦 那我們從孔影達的毛詩正義可以看得更清楚 他說呢 由於魏公式的淫亂所化 就是因為魏國公式淫亂的影響 事故又使國中男女相分不但理會而行之 就是發生了那個婚前性行為 或是婚後跟被配偶的人發生性行為 就是男女相分 雖至於氏族在位為官者 連那個氏族惠族在位 然後當官的人啊 也相竊其妻竊 然後也互相的偷情 而其於優遠之處就是他們 就是在郊外比較偏遠的地方優惠 而與之行淫 看說的那麼露骨 就是他們在郊外的地方就是偷情這樣子 實際如此 則正教荒散 世俗流移 淫亂成風而不可止 次之也 就是在當時呢 既然發生了這樣的狀況 那世俗流移啊 就是世俗都發生了 所以老百姓也發生這樣的狀況 變成淫亂成風 淫亂成為當時的一個風氣 然後不可以遏止了 其實我們可以用現代的角度來想想看 就是一個男人或是一個女人外遇 會損害多少家庭 首先他自己原生家庭的這些子女 看到自己的父親或是母親外遇的話 他長大是不是也會對婚姻隨便 或是對婚姻有恐懼嗎 所以這其實影響的非常的廣 在茅師住宿中說 為之公事淫亂 為宣慧之事男女相奔 不帶美事以理會之也 那宣慧之事呢 就是魏宣公跟魏惠公的那個時代 那魏宣公跟魏惠公的公約束是誰呢 就是宣江啊 宣江是魏宣公的老婆 魏惠公的母親 而且他當了魏惠公的母親 當魏惠公繼承王位之後 他又嫁給了魏昭伯 魏昭伯呢 是魏宣公大兒子極子的弟弟 因為當時一開始 宣江他應該是要嫁給魏宣公大兒子極子的 但是因為魏宣公他自己貪愛美色 所以在宣江嫁給極子之前 他就在齊國跟魏國中間的真成縣這邊 蓋了一個心台 然後就是趁著宣江來跟公公 外來的公公拜會的時候 強娶她為妻 就是第二天就馬上把宣江娶為妻 然後就已經刑訪了 那這個過程我們在之前 妓女那一首詩也有很完整的講述過 所以上梁不正下梁挖 現在在公事這個部分已經亂了輩分 為什麼亂了輩分 因為宣江他又嫁給魏宣公 又嫁給魏宣公的兒子 等於說他的孩子就是跨了兩代不同的人 就是亂了輩分亂了禮 所以變成說在貴族氏族也開始無禮 貴族氏族無禮 所以百姓也開始無禮 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先來把詩念一遍 元采堂矣 媚之相矣 云誰之詩 美夢將矣 其我夫桑中 邀我夫上公 送我夫啟水之上矣 元采邁矣 媚之北矣 云誰之詩 美夢歌矣 其我夫桑中 邀我夫上公 送我夫啟水之上矣 元采風矣 媚之東矣 云誰之詩 美夢雍矣 其我夫桑中 邀我夫上公 送我夫啟水之上矣 這三段的句詩 這三張的句詩是一樣的 我們看第一句 元采堂矣 元采麥矣 元采風矣 都是從採集一個植物開始起心 為什麼呢 因為早期男女的工作分配啊 男生大多是從事野外狩獵捕魚等等的活動 就是比較拋頭肉麵的活動 那女性是負責採集果實 製作衣服 食物 負責衣食的分配等等這樣的活動 那在著名的一個圖 清明上河圖中裡面 有五百多個人 五百多個人 但是只有二十個人是女性 為什麼呢 因為女性大多不會在公共場合拋頭肉麵 但是女性呢她會在郊外做家事 就是會做一些採集的事情 像是紡織啊 也是需要養傷啊 養殘啊 採集一些草藥啊 然後去做一些家事 都是女性在外面採集 男性在外面狩獵這個樣子 所以有很多詩都是 女性在外面採集的時候 可能不小心被男性給遇到 或是男性偷偷要看女性 就是去看她在採集植物的樣子 這是她的原因 那第一段 圓採糖椅 圓就是魚在哪裡的意思 在哪裡採集糖蒙菜呢 糖蒙菜是一種植物 媚之香椅 這個媚呢 她的一念媚 她是衛國的一個臣 就是木野 木野的香 香就是郊外 木野的郊外啊 那在哪裡採糖蒙菜呢 在木野的郊外 那剛剛我說了 就是採集的工作 是女性的工作 所以呢 這個採糖蒙菜的人 是誰呢 是女性 那為什麼 既然這個作詩的人 他是一個男性的角度 的身份 為什麼他第一句說 第一句要問說 要在哪裡採糖蒙菜呢 那代表說 這個言外之意就是 要在哪裡看到這樣的美人呢 就是在那個 為的郊外啊 採糖蒙菜的美人啊 這樣子 所以後面 云誰之詩美夢將以 就是我在想誰呢 我在想那個貌美的 呃 江姓大小姐啊 齊我夫桑中 邀我夫上宮 送我夫騎之上以 齊呢 就是約定 跟我約定在桑中 桑中就是在桑 桑林裡面 就是採桑的那個桑林嘛 桑樹的森林裡面 邀我夫上宮 那個上宮就是祭祀桑的祠堂 就是說呢 古代他們都是會辦農業之神嘛 送我夫騎水之上以 那個騎水他是為何的支流 那我們之前在被封泉水裡面也有講 必比泉水易流於齊 也有講到齊水 在郭墨洛的甲骨文研究一書中指出 桑中即桑林所在之地 上宮即四桑之祠 侍女於此何歡又云其四桑林時事 予以為雍風中之桑中所勇者是也 就是說 桑中就是桑樹的森林 上宮就是祭祀桑樹森林的祠堂 就是祭祀桑 那為什麼要祭祀呢 在包昌的《風詩明偏心節》中裡面有說到 上古盲方 人們奉賜農神 生殖神 認為人間男女交和可以促進萬物繁殖 因此在許多奉賜農神的祭典中 都伴隨群婚的男女歡慰 正位之地 仍存在上古遺俗 凡仲春夏秋之祭男女何歡 是原始民族生殖崇拜的儀式 所以呢 包昌認為說 這首《山中》這首詩 它並不單純是描寫一個淫亂的一個詩生活 而是說他們是在這個郊外的農業的祠堂裡面 進行著一個生育的儀式 當然這是現代人的觀點了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古代的觀點 古代觀點就是說 上行下校 為宣公為會公 那個時代公事淫亂 所以百姓就開始互相的偷情 所以士族啊 貴族百姓開始互相偷情 那我們來看第二段 原才邁以 媚之北以 云誰之師 美夢割以 就是說在哪裡採集賣穗呢 媚之北以 就是在衛藝的 就是牧野的北邊啊 那我在想誰呢 我在想那個貌美的夢 貌美的歌大小姐啊 那個夢仲祭 她是排行 夢是老大 仲是老二 祭是老三 所以 上面的夢啊 都是老大的意思 那為什麼都是老大 等一下我們會再統一一起講 下一張 圓彩風以 媚之東以 云誰之師 美夢雍以 騎我乎桑中 邀我乎上公 送我乎騎之上以 那 下一張她說的就是說 在哪裡採集風呢 風就是無金 又被稱為曼金菜 在媚之東以 在這個衛藝 在這個牧野的東邊啊 云誰之師 我在想誰呢 我在想那個美麗的雍信大小姐呀 她跟我約在山林之中啊 那她邀請我來這個上公 就是山林之中的這個祠堂 祭祀山的祠堂啊 然後跟我送別在汽水之上 所以我們來看這三張 她相同的地方在哪裡呢 她有地方在於說 她們約會的地方就是 都在山林啊 山中 山林之中 那她邀請我到哪裡呢 都在上公 就是祭祀山的祠堂 那她們送別的地方 在哪裡呢 都在汽水之上 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說 這三個都是美女喔 美夢家 美夢哥 美夢用 都是美女 而且她們都是老大喔 都是美女 又是老大 為什麼呢 在孔影達毛氏正義中說 今成士族相奔 明明術相奔明矣 今言夢將之等為士族之妻 而兼言妾者 以妻上妾之 況於妾乎 所以呢 從毛氏正義中 我們可以知道啦 就是現在成術啊 世族相奔 就是連貴族 她們都互相偷情啊 所以呢 當然老百姓也很明顯 一定也會互相偷情 就是用個層層遞境的暗喻的方式 因為士族會偷情 所以百姓也會偷情啊 因為王公都亂了 都淫亂了 所以士族也會淫亂啊 這樣層層遞結的暗喻方式喔 今言夢將之等為士族之妻 她說的夢將啊 就是老大 然後姓將的一個女性 她是士族的妻子 她說夢將、夢哥跟夢庸 這些人都是士族之妻喔 為什麼呢 因為古代有這個印的陪嫁制度啊 就是貴族的女子出嫁是正式的時候 需要帝或是子女陪嫁稱為印 印會成為側氏為名媒正取的一部分 那帝呢就是妹妹 女生的弟弟就是妹妹的意思 她的意思是說 姐姐出嫁時妹妹陪嫁 或是姑姑出嫁時子女陪嫁稱為印嗎 那現在跟這位小夥子 約會的人是誰呢 就是美麗的夢家 美麗的夢哥 美麗的夢庸 都是美麗的老大 那個老大是誰 就是妻子 所以呢 孔影達的毛氏正義才會說 也夢將之等為氏族之妻 因為氏族之妻都會偷情了 所以她也是兼而代道 妾也會偷情 以妻上妾之 何況妾乎 就是連妻子都會偷情了 所以妾也是會偷情 是這樣子的意思 後面她說 故連言以邪俱爾 就是說 她這幾段 看起來俱是很像 然後看起來 因應是很和諧的 就是用連言來邪俱這樣子 那毛氏正義後面又說 為之妾者 必其夫而私相間 若妾到人物 不使其主之難也 就是為什麼叫做偷情呢 為什麼叫做 相妻妾 就是為什麼叫做 氏族相與妾他人妻妾呢 那是因為 就是老公不知道 主人不知道 就是叫做妾 就是偷妾的妾 再來後面寫說 既上下淫亂有同王國 不敘於正善名流 而不可指示也 就是因為上面的公式 是氏族 貴族 淫亂 所以下面的靈民百姓也淫亂 那這樣淫亂的狀況之下 就是有王國的預兆啦 所以她的思緒才說 正善名流 而不可指也 就是王國之因啊 正義曰 此會公之時 兼云宣公者 就是說這個事情啊 這個上下淫亂這個事情 上下偷情這個事情啊 是在會公這個時代發生的 可是她也兼延宣公 就是她的南瓜的範圍又很廣 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個詩巾 她真的是藝術心非常的高喔 為什麼呢 因為她的就是 你從一個小地方 就可以隱喻很多地方了 她把一個就是 類似中產階級的一個身份 地位作為代表 因為中產階級發生了 這樣的事情 所以貴族跟皇室 也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因為這樣子 中產階級這些氏族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所以底下的老百姓也爭相效仿 所以她是抓一個代表全部 所以她的藝術性是非常非常的高喔 所以她是雖然是會公之時 所以也兼於宣公者 所以就等於說她 一個詩巾就是違言大意 就是以小小的事情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象徵 然後不同的道德教育的那個勸戒功能啊 其直言公事淫亂不止其人 而宣公亦淫亂故病言之也 旭言相切妻妾 今成相思之詞 則夢將之輩與氏族為妻也 故知氏族在位 取江氏歌氏雍氏也 所以呢 山中這一首詩呢 它是藉由一種相思啊 就是愛戀那種想念單相思的這種 這種述說的這種情懷啊 就是一種很浪漫想念的這種情懷啊 它藉由這種浪漫的情懷的語調啊 展現出這個社會的亂象啊 怎麼說呢 因為他這三章裡面 他想的是同一個人嗎 不同人嗎 他同一個人做這首詩 可是他心裡面想的是不同的人 代表說這個狀況是劈腿嘛 就是他自己可能自己也有家世了 他要去找別人的妻子 不是妻子 不是妻子 然後去這邊相奔就是偷情 所以說呢 他藉由這種相思的這種情懷 在就是抒發自己的心智 看起來沒有那麼下流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從這首詩同時也看到說 當時的氏族在位取江氏歌氏雍氏 代表說江氏歌氏雍氏這些人 他們的身分是什麼呢 他們一定也是氏族也是貴族嘛 因為貴族之間是互相 因為貴族之間是互相通婚的嘛 貴族他不會去取一個貧賤的身分的人 所以這些姓氏在當時也是一個大姓氏 所以事情也可以見證這個時代的一個潮流 那我們剛剛解釋了呢 就是妹妹陪姐姐陪嫁 或是子女陪姑姑陪嫁 就是一個叫硬的制度啊 那孟是老大 所以老大就是正妻啦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這首詩啊 這首詩的詩輪啊 他有三個愛人 第一個愛人呢 他是在 所以妹之鄉彩唐蒙菜的孟姜 就是姜姓的大小姐 他可能就是本來是別的姓 然後他是嫁給姓姜的人 因為啊 姜 哥 雍這三個姓呢 是當時的一個大姓 所以他用這三個姓是來代表當時氏族的這個 初奔這個偷情的狀況啊 所以他第一個情人呢 是妹之鄉彩唐蒙菜的孟姜 第二個情人呢 是妹之北彩麥穗的孟哥 第三個情人呢 是妹之東彩無金的孟雍 那他們約會的地點呢 都是 桑中 桑中裡面的哪裡 上宮 那他們送別的地點呢 都是在汽水那裡 所以這個人的慣性就是在同一個地點 跟不同的人約會啊 那這首詩特別強調那個偷情的主人翁啊 他所約會的美女 都是正妻啊 因為都是孟姜 孟哥 和孟雍都是正妻啊 那正妻都會跟別人偷情了 更何況是妾呢 所以他就是用一點點來影韻全部的 一個偷情的一個狀況啊 所以這首詩看起來很浪漫 但事實上它是一個王國的徵兆囉 因為我們回來看詩序啊 他說 鄉中刺奔也 為之公事淫亂 男女相奔 至於氏族在位 相妻妾 其餘幽遠 正善名流 而不可止 所以鄉中這首詩呢 他是諷刺男女相奔這個狀況非常的嚴重 那男女相奔嚴重的原因是因為呢 為國的公事淫亂 因為上行下效 上面的人淫亂 下面的人也淫亂 所以男女相奔 那氏族呢 他其實就是一個貴族的代表 那貴族又介於在皇族跟那個平民百姓的中間 所以我剛剛把它稱之為中產階級 但事實上這邊的氏族又比我們現在所稱的中產階級的地位還要再高一些 氏族在位 連在那個朝廷當官的這些氏族啊 他不只是名門望族的氏族喔 他還是在朝廷當官的氏族喔 氏族在位 相妻妾 就是相與妾他人妻妾 就是跟其他人的妻妾偷情啊 所以這裡面雖然是裡面都是夢啊 夢就是妻 那其他的也有妾包含在裡面 因為妻尚且如此 何況是妾呢 其於幽遠 幽遠呢就是郊外 其就是幽慧 那我們也剛剛有看到說 他在哪些地方幽慧呢 就是在桑樹林裡面的上宮嘛 就是郊外 因為只有郊外才會有桑樹林嘛 那所以會導致怎樣的狀況呢 因為大家都在優惠啊 所以正善名流而不可止 因為有一些人他如果 可能被抓到的話 有可能家庭失和 就是有些人會離家出走 拆散一個家庭 那拆散一個家庭 這個家庭這個國家的人民不和睦 那這個國家也不會和睦 所以說鄉中可說是衛國的亡國之音啊 那我們來看這一課的成語 這一課的成語是 鄉中之約 鄉中之約呢 是比喻男女秘密的優惠 他的本來的語言就出在於這邊 就是詩今雍風鄉中 云誰之詩 美夢將以 其我乎鄉中 邀我乎上宮 送我乎其之上乙 就是出自於這邊啦 那金瓶梅呢 他裡面也有說啊 只是多了眼光如罪 主 鄉中之約 搖摘志儀有說 如妄為鄉中之約 所不能也 都是在講說 男女秘密的優惠 所以鄉中之約這個成語 就是出自這首詩啦 那我們已經講完了 謝謝你的收聽 那後面我要講一些東西 是比較可能會有一些爭議的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再往下聽 因為基本上這首詩已經講完了 那現在是沒雨季下雨了 所以雨聲還蠻大的 在錄音的同時 也順便錄下了天氣的聲音喔 我特別要把這件事情拿出來講 是因為說 這是一個公眾的一個新聞 就是搜尋率很高 而且普及率也很高的新聞 它裡面說呢 美夢將 美夢哥 美夢庸 男子同一個美女 以此行文避免重複 這個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公共傳播的知識啊 那當我們聽完這一次的課程之後呢 我們舉了毛詩住宿跟毛詩正義 裡面的說明來講啊 夢是老大 重是老二 紀是老三嘛 那所以呢 美夢江 美夢哥 美夢庸 是三個不一樣的人 他們都是三個妻子 而且是氏族的妻子 他們都是排行老大 因為老大是妻子嘛 然後以江氏 歌氏 雍氏 作為一個氏族大姓的一個代表 那他會這樣是為了要協據 就是讓這個音韻和諧 讓句式和諧 並不是說他是同一個人 然後避免重複 他這個說法完全是錯誤的 所以錯誤知識的傳播有多麼的可怕呀 其實不只是這一則 其實我在做詩經的那個途中啊 過程當中啊 我發現了有非常多的 類似的事情出現 就是說 最可怕的事情 並不是完全不懂 而是 一知半解 然後用一知半解的一個 理解去傳播學問 那這個學問又因為網路擴張了 複製又複製再複製的效應 變成更多的人一知半解 非常非常的恐怖 所以誤己誤人是非常可怕的 那我剛剛經由這樣子詳細的解說 大家應該會知道說 美孟將、美孟哥跟美孟雍 他們並不是同一個人 因為剛剛我有說到 在孔影達的毛詩正義裡面有說呢 夢將之輩與世族為妻也 故知世族在位 許將是歌是雍是矣 也就是說呢 夢是老大 眾是老二 紀是老三嘛 那古代有印就是這個賠價的制度 就是說 妹妹會陪著姐姐賠價 子女會陪著姑姑陪嫁 那夢呢 就一定是老大 就一定是正妻啦 那經由這樣毛詩正義 跟就是毛詩住宿裡面 就可以知道說 這僵是歌是雍是 當時嫁給氏族 代表他們本身也是氏族 也是貴族 所以他們是不同的人 而相同句式的不同表現 剛剛毛詩正義裡面有說到 他是因為是連以邪句耳 是用來做一個音律的協調的作用 所以這就是我認為 把詩經重新再做起來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之一 因為現在呢 外面真的太多版本 都是太可怕了 像是我有看到一些 就是自稱為國文老師 事實上也是國文老師做的網頁 做了詩經的網頁 他講的非常的 怎麼說 感覺就是從其他的網路上 複製貼上 然後沒有一點 經過腦袋中消化的一些東西出來 當然有很多很多就是 更加優秀 就是比我講的更加優秀 更詳細的網頁 那些都有都有 只是說 這些東西其實很多人不能夠去分析真假 所以我很想要把它弄一個 好一點的版本弄出來 我是說對我自己而言 對我自己交代而言 就不能說是 不能說自己是好的 或是別人不好 不能這樣說 只是說 希望能夠用一個比較正確的觀念去解讀它 因為很多時候你不了解這個文章的意思 你硬翻 你硬是去翻譯它的時候 就會出現非常嚴重的謬誤 那這樣謬誤一層一層的往下去傳承 傳承給下一代 那多可怕 就是等於你下一代一直在學習一個錯誤的知識 像這一個新聞它還說 美夢江美夢哥美夢庸 她說是同一個美女 是錯的 那這樣的知識如果不更正過來 會有多少人深受其害不知道 所以我就很希望能夠繼續把這樣的東西可以做下去 那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訂閱支持 讓我可以專心做這樣的節目 因為目前的感覺是會有一些困難在的 所以真的很希望大家真的是一起來支持 讓這樣的節目可以繼續下去 謝謝大家 掰掰